简易自稳当者 则莫若信愿专持名号 所以这里提到就是说 念佛法门当中 又最简单最稳当的 莫过于你要有正确的信愿 专持名号 事故三经 净土三经 虽然并行于事 这三经我们后面会跟大家介绍 这个净土三经 那么所以他提到了 古人读以阿弥陀佛的经 列为我们说的日课或者是晚课 岂非有见于持名一法 就是说岂不是有看到 持名的这一个方法 是普背三根的 是色事理已无疑 统宗教而无外 有违不可思议也在 这是我们截录了这个 偶遇大师的 女陀要解的一段经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是我们截录了这个 欧益大师的 妮陀耀解的一段经文 来跟大家介绍说 使下痴迷念佛 为什么这么好 这是欧益大师的 这个耀解里面提到 那么陆续的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 往生净土的三经理论 三经第一本经 就是我们说的 弥陀佛说阿弥陀经 我们又称小本的弥陀经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 晚客很多人在持诵的 这一本经 这一本经是以信愿持迷 为宗旨 来略说西方净土 他的一 正 恶报 庄严 等等的这些事情 令人能够正确的 执持您好 一心不乱 既得往生 最为切样 所以此经呢 这个小本的弥陀经呢 是简除小善根福德因缘 为色一类存堵之机 也就是说非常专精的众生 所以这个修行的中药呢 小本弥陀经理 信愿跟持民 所以非信不足以启发 非愿不足以导行 非持民妙行 不足以满所愿而正所幸 所以如果呢 有了信愿 自然呢 能隐操持民的妙行 妙所谓的妙 就是神妙不可测度 持民不是普通的修行 而是极其微妙 生不可测之功德 难施的妙行 所以我们为什么 在净土药狱里面 我一再强调 我们要把这个弥陀 净土的真正的这个正之见 提出来以后 你的信心 真正能够因为正确之见 具足了以后 你这持民的那一个念头 是非常专注的 才是我们后面会提到 所谓自信 诚信的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提到的 第一个 佛说阿弥陀经呢 是邀请三藏法师 是旧摩罗神翻译的 那么唐朝的时候 那个玄传三藏法师呢 他把这个 佛说阿弥陀经的翻译 称赞 称赞净土佛所赦寿经 这是同样是这本经 两个翻译的名词呢 文字上有点不一样 那么第二个叫做大本的弥陀经 当然就是对前面说的小本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无量寿经 那么无量寿经 有很多的翻译 我们在后面呢 会跟大家一一介绍 那么这一个大本的弥陀经呢 就是弥陀四十八月 也就是法杖比丘因地所发愿 弥陀因地的法门 国满成佛 摄受了十方面佛众生 往生彼国 他所摄之机呢 通于凡胜 凡呢 凡位就是我们说的上中下辈九品这一些 那么为除呢 五宁 毁谤正法 其余皆摄 这是在无量寿经里面 五力的毁谤正法的 没办法往生 这是你无量寿经里面 其他的都可以进入 只要你信愿持民 够的话 那么这个经呢 他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要发菩提心 然后一行专念为他的宗旨 净主论里面 他就提到 所谓发菩提心 就是愿意成佛的心 愿意成佛的心 就是愿意度众生的心 度众的心就是摄受众生 那么能够呢 升到有佛的净土之地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 所以你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成佛 不是自私的 哎呀我解脱 我不要有烦恼 我很多人常听他说 哎呀人生好苦 沙坡好苦 我要赶快念阿弥陀佛 我要赶快到阿弥陀佛的 西方极的世界去 那我不要再来了 这一句不要再来就很可怕了 这一句不要再来就断戒了 我们是说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 怕再来的时候呢 迷失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除了阿弥陀佛的愿力 愿意借赢我们以外 我们具足了正确的知见 跟很精进的持明念佛 然后我们可以带着过去的业力 然后去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可是如果你是这样去的人呢 还有待业的是包在莲花里面 包多久多久 包到你把你的二叶完全干净 才花开见我 假如你能够上品上身呢 是悟了以后去了弥陀那边 那你直接马上花开见我 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的这个其他经典呢 他也赞叹说来沙博世界修行室 因为沙博世界有苦有乐 会激发你非常精进的一个角度 这当然是不同的众生 不同的跟进佛讲 不同的方法 所以我们这里提到你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成佛 不是自私的 只想解脱 像那一些人要去西方哲学世界 不要再来 这样子的心就不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我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我成佛了有正确的智慧 正确的慈悲可以帮助众生 这样的心念愿意帮助众生往生净土 当然我们如果广义净土 当然不止西方 那如果你是坚持往生名陀净土 你要把三经一论都是看清楚的 有正确的知见 然后信愿达到一定的效果 那么专持的力量决定往生的 所以我们提到了 就是说简单先介绍这三经 那么我们从介绍这三经里面 唐朝道错法师有一个安乐集 安乐集里面他提到了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提 他说凡欲往生净土 要虚发菩提心为源 我们因为要提到他安乐集 有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顺便提到他里面有提到说 他具诸部大圣明说听方诡则 就是说从很多大圣经典里面 他说明了一个要听说法的一个诡则 是什么呢 他从各部经典他采取了 余中有六 他截入了六点 他第一就是大吉经里面说的 他说余说法者 你对一个说法者要这样做一枉想 就像一个医生 而且好的医生叫一枉想 那么做拔苦想 当你听到说法的人 你知道他可以拔除你的痛苦 要做拔苦想 所说的法 你听到好的法 要甘露想 做提福想 所以其听法者要做增长圣洁想 听到好的东西 要增长自己的正确的这种了解 见解来想 那做余病想 一个听的人呢 听到好的话 要当作可以治疗我的病 那么若能辱失 假如一个听的人 是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听 那么说者听者皆是 这个堪少容佛法 藏身佛前 说的人是用这个心 听的人是用这个心 这样子呢 就能够烧容佛种 那么也能藏身佛前 那么他讲的这个文字里面的 第二呢 就是大字顿里面说的 听者端视如可以 就是听法的人呢 他非常端正的很正式的 看着说法的 就像恒饥渴 需要喝水 需要饮水一样的 一心很渴望的 入于语意当中 而且文法永要心悲喜 如是之人 应为说 如果一个人对于想听法 是那么渴望 这样的人是可以为他说法的 这是大字顿里面 那么第三呢 他说大字顿里面又说 有两种人啊 得福无量无边 哪两种人 一种是要说法人 第二种是要听法人 非常喜欢说法 跟非常喜欢听法的人 他得福是无量无边的 是故呢 阿南白佛也 色力佛目见人 何以所得智慧神通 以圣弟子中最殊胜呢 佛告阿南呢 此之恶人于阴中时呢 为法因缘千里不难 是故今日最为殊胜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呢 为了佛法呢 千里求法的 不怕困难的 所以他今天呢 有这么殊胜的 一个是有智慧 一个是有神通的 这是大字顿顿里面提到 第四呢 无量寿 无量寿这个大经里面 他说 假如人呢 没有善本 不得闻经 闻此经 就没有善本 就是没有善根 他就没办法 听到这一本经典 无量寿经说的 那么清净有戒者乃获正法 有清净心 有慈戒性的人 他就很容易听到正法 这无量寿经里面 跟我们讲 没有善根的人 是听不到无量寿经的 所以诸位想要念佛 慈名 念佛往生的人 不能只有念 小本的阿弥陀经 你要去念念 无量寿经 念念观无量寿经 因为没有善根的人 听不到无量寿经的 那么第五呢 曾更见世尊 则能信此事 奉事亦如来 要闻如释教 曾经见过世尊 能相信这件事情 能够奉事千千万万的如来 要闻这样子的经教的人 才能够跟他说法的 第六 无量清净绝经 里面的文字说 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净土法门心生悲喜 身毛为树 如拔出者 当至此人过去 宿命以作佛道也 若父有人闻说净土法门 都不生信者 当至此人始作 始从三恶道来 殃旧未尽 为此无信相额 我说此人未可得解脱颜 他这里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 听到的净土法门 心里生出悲或喜 那么身心毛孔 树立起来 好像要拔出来一样 这个人过去世 已经学过佛了 那么假如有人 他听闻了净土法门 都不生这个信心出来 我们就应当知道 此人始从 才从三恶道来的 那么殃旧未尽 他这个恶业 他过错了 都还没有完全干净 所以他听不进去 他不可能相信的 所以他说 我说此还没办法解脱的 所以这里的这一个 我们提到的就是说 他揭露了一些大乘经典里面 告诉说 我们一个听法者的 也应该用什么心 为什么他会相信 那么这文字里面 就是说 我们提到了这个 我们提到了这个 道错法师的安乐记里面 他还有一个文字说 若有于一痕和沙等佛所 发菩提心 然后呢 乃能于二世中 闻经不起毁谤 深深爱乐 就你在一痕和沙 这么多的佛所当中 你曾经发了菩提心的人 你才有办法 在这样子五着二世 在这末法当中 听到经典不起毁谤 而且深深爱乐 当中他还有提到 在二痕和沙三痕和沙 他不但不起毁谤 深深爱乐 他而且呢 信受奉行 在三痕和沙节 的佛所发菩提心的人 还会讲经说法的等等 所以我们从这个 道错法师的安乐记 他因为要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这个什么叫菩提心 它里面有 法身菩提 报身菩提 化身菩提的文字 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里面文字体 以言法身菩提者 所谓真如实相第一一空 自性清净体无慧染 理出天真不假修成 名为法身 那么从佛道体 本来讲就叫做菩提 那么报身菩提 就是说 备修万行 能改 这个 报佛之果 以果仇因 名为报身 圆通五爱 名为菩提 那么他有提到化身菩提 就是从报起用 能趋万机 名为化身 中文字幕提供 那么他有提到化身菩提 就是从报起用 能趋万机 名为化身 那么异物圆通 名曰菩提 他就是把法身菩提 报身菩提 化身菩提 跟大家做一个文字上解释 我只是把他的文字 再录给你们 我所讲的这些讲义 到时都会在你们手上的 所以你们看着文字 有时候我就是 挤一些资料 让你们了解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 我们说的大本的阿弥陀经 他有五种版本 第一种版本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大阿弥陀经的这个角度 是在无知千法师翻译的 那般所谓称大本弥陀经 那么第二种 同样这一个 无量寿经的版本 第二种他就叫无量寿经 是曹魏康生凯翻译的 第三种 无量清净平等绝经 是厚瀚之柔加签翻译的 那么第四种的名称都同样是这一本 只是翻译者在文字上跟名称上的不同 无量寿庄严经 是造诵法贤法师翻译的 第五种就是从宝基经里面 第五 无量寿如来会这一品里面 是唐朝的时候菩提流志 有的说菩提流志翻译的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对于十一组的醒安大师的 千花菩提心文 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怎么样去发这个菩提心 那么因为这几本的版本当中呢 就是说文字上翻译上的文字 有些落差比较大 所以就又有一些居士呢 把它绘本 绘本就是把这么多本绘合起来 把这些这个情形 那么第一种绘本是在宋呢 王日修居士呢 他因为呢很慈悲的 想说言意呢没有一个善本 也就是说这么多的名称 跟这么多名称里面的内容 有一些称词 所以他就取了 汉、吴、未、诵 这四者的翻译本 来汇集而成 那么他就把它汇集的叫 大阿弥陀经 但是呢 我们的祖师呢 有提到说王本 就是王日修这个善本呢 颇多揣悟 莲池大师提到他说 超前拙后 去取未尽 也有自撰 还有自撰文句以后 就比较不好了 所以既然是汇集就意呢 焉可度撰经文 所以这个宋朝王日修居士呢 他又称龙书居士 他有一个龙书净土文的等等 这是善本 就是说绘本的这个第一种 第二种是彭少生居士 他是取未易之本 取未易之本就是 我们朝魏这个康生凯 这个无量寿经的版本 他加以三节 也是称无量寿经 但比原来翻译的太简面了 所以等于算是结本 没有捕咒到这个王日修 这个龙书居士的错误 第三呢 就是清朝咸丰 中未成冠居士 他背取五经 这五经他都把它会成一策 他定名摩赫阿弥陀经 那这个未成冠居士 有称为陌生居士 那魏本呢 文词非常精简 而且包举刚中呢 可以说是这三者十居魁首 但是遗憾的就是 因为他力求自聚皆有来历 而未能静免 感觉也不够完善 最后呢 就是我们近代的 夏连居士 夏连居这个老居士 他汇集的这个汇本 那么他汇集这个汇本呢 他的名称 汇集起来的名称很长的 就说佛说大秤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汇集本 我刚开始呢 有看到他们运行的这一本 我说奇怪了 什么时候增加这一本书 好像在净土法门 没看到这么长的这本书 从哪里来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们夏连居老居士 各方的汇本 然后把它定这么一个长的名 事实上就是无量寿经 那么在净土 我们有时候说净土第一经 往往就是称无量寿经 称为净土的大经 就是称为无量寿经 就是我们说三经一论 那前面就是小本明陀经 无量寿经 现在接着要讲第三经 就是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呢 是刘宋西域三藏法师 江良耶色翻译的 此经是以观想为主 所以有称这个经叫做十六观经 专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种种的景象 而且涉及最广 前面是除了五逆 磅正法的不受取 他这里呢 十二五逆都涉取 乃至临终苦逼 你能够十称十念称阿弥陀佛 都可以往生 所以此经呢 他是一心观想念佛为中 愿生西方见佛安乐 那他细分有很多啦 我就举例 他有叫修福做官为中 或者举官行事相为中 或者提到要三心六念行为中 所以这个观无量寿经 我觉得如果真的想往生西方净土的人 也自己非去把他读过不可 所以在后面呢 我会提到官无量寿经的时候呢 我会用这个清朝呢 折水池云寺沙门灌顶续法 这一位法师的这个书 他这个佛说 《佛观无量寿佛经》指指书 这一本我觉得可以供大家来参考 那么我会把原文翻出来 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去看到这一本经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三经 就是小本的佛说阿弥陀经 或者叫大本阿弥陀经 那么大本阿弥陀经 或者叫无量寿经 通称无量寿经 大家比较能够知道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三经 就是小本的佛说阿弥陀经 或者叫大本阿弥陀经 那么大本阿弥陀经 或者叫无量寿经 通称无量寿经 通称无量寿经 大家比较能够知道 最后啊 就是我们现在连居老居士的 把它连串起来 就是所有的无量寿经 连串成佛说大乘无量寿经 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的汇集本 这三经又有一论 有的说是往生论 有的后来用大乘起信论 那么往生论呢 是天经菩萨著的 那么大乘起信论呢 是马明菩萨 寻传真理法师都有翻译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先做一些介绍 就是念佛这个做功课 绝对不是一般人以为 我有念佛 我有做功课 我就一定往生 当然佛有这么大的愿力 可是他前面有诞书的 必须具有正确的知见观念 而且自心生性的称念 及正确的信愿性 所以我们就请同学呢 翻译开我说的佛说 《观五量寿佛经》的直指书里面的 什么叫做自心呢 大概103页里面 103页里面 他提到了 如果你是要上品上身的人 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呢 要发三种心即便往生 一种叫做自成的心 第二者叫生心 第三者回向发愿心 你要具足这三心者才必生彼国 这个是上品上身 这个是上品上身 因为我想希望大家都能够 从念佛当中直接就上品上身 所以我希望大家懂得自成心 身心这个角度 所以我把这个原文呢 让大家看一下 具这三心才必生彼国 那这个当然是指上品上身 互有还有三种众生 当得往生 何等为三 哪三种也可以往生 第一个就是持心不杀 具诸戒行 第二个是读诵大乘方的经典 第三者修行六念 六念就是我们说的 十念法门当中的那六念 那么回向发愿可以愿生彼国 所以具此功德 你有这样的功德呢 一日乃至七日 既得往生 生彼国时呢 此人是精进勇猛固 阿弥陀如来呢 以观世音大势志呢 无数的画佛呢 百千比丘声文大众 无量诸天啊 七宝宫殿啊 这个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 以大势志 这一些至行者前阿弥陀佛呢 放大光明造行者的身 与诸菩萨授手迎接 我们就是把这一段文呢 提给大家这是上品上身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一些呢 我希望每一个修行的人 都能够真正的上品上身 所以这在上品上身这当中呢 他就告诉我们呢 什么叫做执心呢 正念真如法 今久中修万行 坚持修万行 名为身心 所以我们提到身心呢 要要及一切诸善行 那么回向者要回因向果 发愿呢要愿度治他 不是只有度自己而已 所以大悲心呢 欲拔一切众生的苦 菩萨发的是这种心 就能够马上得少分的这种法身 那么所以我们提到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 一个行为 所以你看不杀才能求生 那么伯救这个大经了解无量的义 那才能够诚心呈现出来 那么我提到呢 这个六念 我们已经呢 十念当中稍微介绍过了 那么大家就应该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只是稍微呢 为了要让大家看这本经说 我没有把这些文呢 录在讲义里面 就是要大家去拿到这本经 然后自己在里面提到 所以我们刚刚刚讲到 你如何自心 如何身心 如何称念 要有正确的信愿性 我们才可以正确的往生西方净土 那么观想约念 持明约称 能够存一无间断的才是自心 所以想续成片故 所以不绝 那么至于这个自心 身心 我们下次呢 再跟大家呢 来做更深的了解 这要正确的信愿呢 在观经里面的第十三十四 都有提到 我们下次再来跟大家 再详细的解释 我们现在来回向 我持普贤书盛行 普边圣普皆回向 普愿沉溺出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擦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摸摩合萨沙保护 der不肚 沉溺你 ��다大治水平 穿不知 未经许不君 谈上 isk submitted by thejem Madhu 南无本师释迦牧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重生与欲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为生善法当令生 不尽恶业今始尽 死方三世佛家乎 迅速发起菩提心 诸位同学 今天跟大家继续介绍 净土药义第三集 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了 在这个观想 约念痴迷 约成唇一无见约至心 那么相续成片固不绝 那么这里有提到 正确的信愿 我们可以翻开 观经里面的第十三页 第十三页里面 他告诉我们 佛地论里面说 菩萨旅三庙会得与净土往返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这三庙会 才能在净土来往返 就哪三庙会 就是闻 一者闻 一者闻 佛法立于耳根视也 二者思观道响于心意内也 三者修 敬业行于身口也 所以我们了解 在我们正确的信愿里面 要加入文师修三庙会 那么佛也曾如来 曾戒约在十四月 如来戒约 佛当地听善师念之 一心受辞 地观彼佛 后况显说 但闻佛明 除无量罪 何况意念 若无三会 既非弃也 我们一定要有这三会 才是法器 才是根器 那么才能达到那往往净土 所以华原经也说 您在诸二去恒得闻佛明 不欲生善道 暂时不闻佛 所以他宁可在诸二去里面 但是经常可以听到佛的名字 他不希望生到善道 那暂时听不到佛的名字 因为闻佛明除无量罪 何况意念 但是就是我们说的 必须要有三会 而且要有三知良 就是一者信 信有净土 而心不宜恶 信心要有 相信有净土 心没有怀育 恶者愿 愿求往生 心肠要育 是真的希望往生 所以你的愿力要求往生 而且心里非常喜欢 想要往生净土 三者行 要行念佛法 心无间断 你必须心没有间断的去念佛 所以你必须有三庙会三知良 无为无忘顾 就是没有虚伪 没有假的 没有虚妄的 此一心不乱 一个人在念佛修行的一心不乱 不是形容此 是真的必须没有妄念 那么为今为一 更无为妄 真正的完全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 没有任何的妄想 那才是自成的心 才是自心 所以很多人 他只看到一念的佛 十念的佛 他把自心 自成这个心 忘记了 要真正的 能够一心不乱的 没有任何妄想的念佛 这样子的行为 心念的专注 那么所谓的身心 什么叫做很深的心 是具足善法固 此一心不乱 诸望不起 万善同归 才是身心 所以如果没有用自心身心 来念佛 有些人有口无心的念 有些人拿着念佛在念的时候 这个还这种妄想很多 还东张西望的 像这样子都没有达到自成身心 这一些心态 如果没有真正做到 你想一念 想十念就往生 是不是我们应该去检讨 去反省 是有待商榷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观经里面的第四十七页 观经里面他提到的四十七页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今为母广说重辟 只是我们这个四十七页 这个比较重的文字 意令未来是一切凡夫 欲修敬业 要修一个清净的业 得生西方极乐国土的时候 要怎么办 欲生彼国当修三福 所以我们都不了解 要往生必须 我们说的三会三之两三福 哪三福呢 一者要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持心不杀 修食善业 我们做到了没有 我们都想往生 可是我们孝养父母了吗 我们有没有忤逆不孝吗 我们奉事师长了吗 我们有慈心不杀吗 我们有修食善业吗 二者要受慈三规 俱足重戒 而且不坏威瑜 我们前面跟大家来介绍十念 简单的念戒 已经跟大家介绍 戒不是条文 是心里的真正的清净 真正的检讨反省 来使自己不犯威瑜 那么第三者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必须生性因果 读诵大圣 劝进行者 如此的三世 名为敬业 所以当修这三福 才能成就敬业 我们会跟大家来 提观经里面这些文字 都希望大家真的能够 从观经里面去体会 这些正确的知见 而不是像一般人 只认为修行 尤其是念佛 我只要有念佛 念起俱佛 我念佛嘛 因为文字上有说嘛 念佛 所以就念无量罪 何况意念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必须具足 这些自成的心 身心 回向发愿的心 那么必须修敬业 这修这三福 所以我们103 之前也跟大家来提到 我们再来翻开109页 103是上品 上品上身的 这样子的一个文字 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了 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了 那么105里面提到 上品终身 它是不必受持 读诵方等经典 那么善解意去 于第一意 心不惊动 也就是说你听到 这些经典 你的心 没有害怕 很深信因果 不回望大圣 以这样的功德 回向愿求 求生 希望 即等事情 行此行者 欲命终时 阿弥陀佛 以观世音大事志 以及无量众 都会来接 这是提到 上品终身 我们再提到的是 上品下身 在109页 也信因果 也不放大圣 但发无上道心 就要以此这样的功德 回向愿求生 西方极乐净土 那么行者命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事志 以诸菩萨 持今年 化作五百佛 来迎此人 那么这一些呢 都要向前面说的 必须要有三慧 三福 三之良 那么有三敬业 才可以的 所以我们提到了 就说 上品下身 那么既心既佛呢 故性而不棒 就是既心既合 那么既心既佛 既佛既心 就发无上的这个信心 所以我们提到的 就是说功德呢 要发心念佛 持戒行师 那么但发真正的菩提道心 所以以今年为表 这些都在我们的这个观五亮寿经里面有提到 那么只是说带领大家了解一下这些文字 你就知道念佛修行并不是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正确的知见 那么还要修敬业 三敬业的情形 所以这种上品 上上品 在七日七月 暂想与佛 三心六念 独经解义 深信因果 持戒立身 发大心愿 回向求生 那么上中品的是 五日五夜 一心想佛 而不棒三宝 解第一意 深信因果 持戒弘法 发菩提心 愿回向求生 净土 那么上品 这个是我们说的上中品 上下品是七日或五夜 专意想佛 不棒法 信因果 持戒 这里都有强调要持戒 要义务 要发心发愿 回向求生 等等的 那么在113页里面提到的就是 我们说的有九品 那么中品上身者 假若有众生 他是受持五戒 持八戒 宅修行诸戒 不照五宁 无众患 以此善根 回向愿求生 以希望极乐世界 当然你命中有阿弥陀佛 朱比丘 建筑的围绕等等 这些文章在114页 我就不多说 那么先简单介绍 就说有些人就是因为 我们《观无量寿经》有提到 你要持八观灾戒 你要受持五戒 你修行诸戒的时候 大家就一窝蜂的 去受八观灾戒 不是受八观灾戒 错 我看到有人 为了受八观灾戒 已经自己生病 严重的 眼睛都看不到 要去受 这对他本身来讲是好事 可是呢 他为了自己受戒 他自己的子女 生病的很严重 半夜四点多 一定要他起来 开车载他去 我一直在想 你受戒有功德 能够回向西方 大家拼命的去受戒 但是我总觉得 你为了你的功德 你的慈悲的心 却没有出来 一个子女 他重感冒那么严重 那么你忍心 叫他四点多起来 开车载你去 为了成就你 而你没有慈悲到他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讲佛法 讲慈悲 都是叫别人对我们慈悲 我看到这种情景 我的心很痛的就是说 我如果是他的母亲 我愿意成就他的身体 而不愿意成就我自己的功德 所以这界里面呢 提到你受八观 再见 你可以回向西方净土 可是你不要忘了下面 他告诉我们 不照五宁 无众过患 这样的善根 有没有配合上去 大家呢 只依佛风的在受戒 但没有真正去改善自己的习惯 这是我在佛教界里面 看到了很多的众生 他可以这样子的误解佛法 佛法里面叫你要持戒 还要不照你 而且没有众过患 那么有这样的善根 才能回向 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 我就是为了引经据典 让大家了解 有些人心目中所认知的净土 竟然是为求受戒的功德 他可以忘记 你一个为人母亲的慈悲 那么在我看来 我真的是非常的于心不忍 虽然这个可以得到宗品上身 但不是只有受戒得到宗品上身 是不照五宁 无众过患 有这样的善根 所以我们强调平常做人处事 要多为人着想 比你去受一个戒更重要 受戒是个人的功德 个人的福报 不是不好 你受戒 你善根深厚 你没有众过患 你替别人着想很慈悲 那么如果你真这么做 而且念佛专精 那么宗品上身当然绝对没问题 但是如果只是受戒 然后这些慈悲善根都不见了 你就想往生 对我个人看到这些经典来说 我总觉得有点遗憾 所以我希望大家念佛的人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明光法师的结余论里面 有一段文字也是别人提出来的 那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讲 就说他提出一些怀疑 为什么会让人家怀疑 就说有些学佛的人 就像渔夫渔妇一样 他只一面子要念佛 一面子要受戒 完全不肯去改善自己的错误 这不是学佛的本色 这就是学佛的本色 就说有些学佛的人 就像渔夫渔妇一样 他只一面子要念佛 一面子要受戒 完全不肯去改善自己的错误 这不是学佛的本色 学佛的本色 必须先去掉自己错误的想法 自私的观念 那么你去念佛 你去受戒这个功德 那就真正的是善根 那么在一百二十七页 观经里面一百二十七页 下品终生者 是什么样一个情形 或有众生 或者有一些众生 他毁犯五戒八戒 以及聚足戒 如此于人 乃至他已经偷生邪物 到现前生物 不尽说法 无有惭愧 以诸恶业 而至庄严 如此罪人 以恶业故 应堕地狱 这样子的众生 他本来应该堕地狱 命欲忠实 他该终的时候 生命快终结的时候 有地狱众佛 一时巨制 这些现象都现前了 那么遇善之士 这个时间 应该僵下去了 可是正好 他过去有一些善根 遇到了善之士 以这样子的大慈悲 这些善之士的慈悲 既为赞说阿弥陀佛的实力威德 广赞彼佛光明神力 亦赞戒定会解脱 解脱之戒 所以你看看文字里面 他不是只有赞叹阿弥陀佛的威德 他任何的佛的 都来赞叹 以及他还赞叹了戒定会 告诉你戒定会的重要 解脱 解脱之间的重要 不是只有念一句阿弥陀佛 不是只有赞一句阿弥陀佛 你还要知道戒定会的重要 解脱 解脱之间的重要 这个人呢 文以此人文以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地狱蒙火化为清凉冬吹出天花 这当中当然还有描述 我就不说我从后面提到 文此法以应时即发无上道心 所以你从这里看到就说当他临终 那么还能够修善 那么罪报现前呢 他过去还有一些善根 能够遇到善知识 跟他讲这些大法的时候 他还愿意听得进去 就大圣圣圣经典 他闻到闻此法以 能够立刻发起无上道心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可以下平众生 有些人不要说领终 当下没有生病或者有烦恼的时候 你跟他讲念佛休息 观念比诸佛菩萨 能够心比较宁静清净 他做不到 他就是要去做他的烦恼的业力种子 所以这个人文此法 能够马上发上无上道心 当然就是多生累劫的善根 一时现起 然后把他造的这些恶业 暂时的转弱了 他的善根现全 再来佛告诉阿南根维提西 在一百三十一页 就是提到下品下生 或有众生做不善业 五逆是恶 聚诸不善 如此于人以恶业故 应多恶道 经历多劫 受苦无穷 如此于人 做这么恶也忤逆是恶了 那么但是灵命中时 也遇到了善知识 种种的安慰 未说妙法 教令念佛 彼人苦逼 不谎念佛 善有告言 努若不能念彼佛 所以这个下品下生的人 在观无量寿经 他对的根基更广 在我们无量寿经 他提到的是 除了五逆棒正法的人不受 那么观无量寿经 更广的是五逆十恶 他都可以接受 但是必须你灵命中能够遇到善知识 告诉你这些妙法 教你称 无量寿佛 南无佛 你能自心 自心很重要 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自心 然后令这个生都不绝 就是具足十念 很虔诚的十念 没有断过 没有妄想 如果你真这么做到了 余念念中可以除掉 八十一节的生死之罪 命中之时可以见到金莲花 后面这些形容 我们就不再多说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五逆 就是四父四母出佛生血 四阿罗汉 使地圣人 破结膜转法轮身 就破和合身 那么甚至还有外加 六四合上 四阿瑟里的七者 所以我们提到这个 五逆十二这样子的人 但是必须他过去生 有这样的善根 临终遇到善知识 劝他念佛 他又肯自心来念佛 十念不断 那么这样子才能够 真正的得到下品下身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四宁下背身小 就是最后的第十六关的这个角度 所以在一百三十六页 跟三十七页里面 你看他提到了 就是说 虽造十二 然而没有办法 那么后来相信了这个西方 愿往生 那么也可以 那么下宗品的 这是刚刚说的下上品 下宗品是一时一刻 闻佛一向好法身微德 他虽然破诸佛界 乃是偷了生且物以外 但是他不办法 很重要的没有办法 那么也可以往生 那么下下品就我们刚刚讲的十念 一念的明图号 虽造五逆时重 不棒净土法 因为他相信 所以不棒了 那么因为他有善根 所以自心要自心 所以大本下背往生的文 若不能做出功德 但是能发菩提心 相信因果 不棒法 不照念 专意时念 这里注解的文 加了乃至于念念阿弥陀 欢信不移 就是非常喜欢 然后相信不移 也愿生其果 领命忠实 领命忠实很重要 梦见彼佛义得往生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大本的三倍是要 存善无恶的 我们就是稍微的 就把这个观经里面 有这些文字 这个三倍的众生 怎么往生西方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所以这本经典大家可以常常去观照它 去观想它 去看它 去念它 让自己深深的相信了解 那之前我们里面都提到了 你要往生净土 要六念 要三福 六念呢 我们之前都介绍过了 念佛念法 念生 念界 念师 念天 那么三福 我们也提到 三世诸佛的敬业正因 我们有念过 那么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你想想看 你没有这个三境业 三福业 你能够往生吗 所以决定不能舒服 如果我们舒服了 你念佛 好像念得再好 就像偶异大师讲的 念道如铜墙铁壁一般 风吹不露 雨打不透 也不能往生 必须呢 你有这三福敬业 必须呢 自心使念 那么 生信不语 愿生西方 所以只能说呢 你虽然念得很好 但之间上没有正确 跟西方极的世界 结了一个很深的善缘 这一生呢 不能往生 他生来是或许成熟了 愚善知识 教导正确的之间 你相信 那当然就必定往生 那么你没有这个正确之间 没有这个清净的三福业 就像盖房子一样 你没有打地基 你盖不上去 也就会垮掉 会掉下来 不能成功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 三福呢 会要特别认真的去修训 所以不是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一句阿弥陀佛 之前要具足了自心 身心正确的知见 三福敬业 这些三庙会 三支良都具足 然后全部的能量 集中一句阿弥陀佛 那么当然必定往生 所以我们说了这几次 把这个三经的一个大纲提一下 那么以观武量寿经里面 这些文字 尤其是上品中品下品 这些稍微把文字带一下 你们自己再详细的去看 那就是净土很重要的三经一论 有人以往生论为主 有人以大乘起信伦为主 那么近代的印光法师 他加上仁言经的大师之念佛原通章 那么华言经的普贤行愿品 把这两经里面的章品放进去 又称为净土的五经 净土的五经 就是加上仁言经华言经 那么仁言经就取他的大师之念佛原通章这一品 华言经就取普贤行愿品这一品 加进去叫净土五经 所以你念佛 念佛的人什么叫做三经一论 什么叫做五经一论 至少你要很清楚 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所以有一些人他不用头脑 然后就想对吗 念一句阿弥陀佛最简单最普遍 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关系 我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假如你真的那种虔诚自质 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见 可是你善业很纯熟 信心不宜 那么自心的念佛 那当然是没问题 问题在于一个人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无所谓 你说他有办法自心吗 有办法生心吗 有没有真正的善业 他就认为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好 他什么都不要知道没关系 这样子耽误了我们诸佛菩萨的慈悲 他们说这么普遍 这么微妙的法 哪里是你这样子的一个误解 了解了净土的法吗 那么让大家知道 现在知道了吧 三经一论 小本的佛说阿弥陀经 大本的弥陀经里面 我们又称无量寿经 清清平等决心等等 就是我们简单都会讲 阿弥陀经无量寿经 跟观无量寿经 这是三经 那么一论 有说往生论 有说大乘起信论 那么近代英工法师 加上能源经跟华源经 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 既然你是学净土 那么净宗十三祖师呢 至少有一个概念 我们之前在提到了 就说念博的法门的广义跟侠义 就介绍过会员法师 创造净土宗 会员法师是在净朝成帝的时候 这是会员大师呢 是净宗的第一祖 二祖是善导大师 是唐朝人 三祖是陈远大师 也是唐朝人 四祖是法造大师 也是唐朝人 五祖呢 是邵康大师 也是唐朝人 六祖呢 永明眼寿禅师呢 是宋朝人 非常有名的永明眼寿禅师 他本来从禅宗进入 所以他的宗进入的文字之美 不是一般学佛人说 我只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们既然是学净土的 我们历代净土高僧选集里面 都有把这几位高僧呢 他怎么用功的 能够去看一下 我们才不会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远你叫净土 第七祖呢 是审常大师 也是宋朝人 不失去 这么深 是宋朝人